今天需要下載當日行情 那到Yahoo!股市的話 Yahoo!股市之前是有些保護啦 不過後來好像我有網路上有分享一些東西是可以怎麼樣 把它這個取消保護的 不過後來好像聽說同學好像又說這個沒辦法 就是那個好像他裡面有些做一些變化 不過後來我又改寫了一些相關東西 在Yahoo!股市裡面當日行情 你們到Yahoo!股市裡面當日行情 那裡面的話有分這些啦 水泥一直到什麼什麼這底下 有什麼受益證券有這麼多 那比如說我今天假如我每天都需要把這邊的這個表格 把它抓下來 然後做後續的處理的話 那我可能裡面總共好像有33個吧 那我必須要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都做一遍 那實際上很浪費時間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很快的可以一鍵完成 當然可以按下去的話 它就自動怎麼樣 去幫我把所有東西都抓下來 我發現我們現在的版本裡面 會多需要宣告 這邊 那就可以直接把那個相關的資料 從雲端上面把它全部抓下來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我把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一個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一個一個都不通通幫我把它抓下來 有沒有這個就是 那抓的方法其實非常簡單 在雲端上我有把原始碼放上去 然後你可以刪除它 不過我發現有一些電腦這樣要 一定要宣告 所以如果將來你遇到像程式碼 像我這邊有出現 那個就是說 理論上 這個變數是不用宣告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邊 電腦的設定還怎麼樣 跑掉了 那如果說你遇到這個狀況 你就定一下 好像這個問題也有 有同遇到 你就定一下 宣告一下i 看裡面有幾個變數沒宣告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 把它宣告一下 那如果有 比如說我這邊有i 有x 有y 你就把它宣告在一起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OK了 好像在2003的版本 尤其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可能這個我好像是在2003裡面去編譯過 所以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發生 好 那其他的話 我又改寫成類似表單的方法 就是類似像一個狀態列 這個狀態列是什麼呢 它可以直接跳出來讓我知道進度 那比如說我這邊還有幾種做法 比如說下載的時候它會閃動 這邊有個刪除 按下去 它可以快速全部刪除掉 有沒有 然後再按一下 不過按下去之後它有個缺點 它會一直閃動 一直閃動 然後來的話 我又把它改寫成沒有閃動版 沒有閃動版就是這樣 按下去有沒有 它就會不閃動 但是會一直圈圈一直繞 那為什麼它沒有閃動 有沒有 沒有閃動但是資料還是下來 其實如果沒有閃動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其實只要一行程式 把那個閃動關閉 就OK了 就是在開頭的地方 第一行寫一個什麼 黑暗暈暈暈暈 什麼有個物件嗎 就是SHITZ的爺爺 叫什麼 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點那個 它有個屬性叫 screen updating 有沒有 把它等於False 就OK了 所以一行 另外最後我再做一個 就是說 因為你這樣一直轉轉轉 我不知道轉到哪裡去了 而且如果說 將來你的網頁數量多的話 恐怕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一般使用者 如果說不耐煩的話 他會以為說 是不是程式盪掉了 所以我最後把它改寫成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一個表單 它會有一個這個Plex bar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進度 然後讓我知道說 到底跑到哪邊了 有沒有 這邊就結束了 底下的話就可以切過來 當然 有下載下來的這個 裡面的格式啊 你們也可以參考前面我們教過的 如何自動格式化 比如說你要什麼格式 反正就是在下載之後 你再去做P式處理就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刪除工作表就是 shits 哪一個shits把它delete掉就可以了 它有個指令叫 delete 那告訴它第幾個 不過刪除工作表跟刪除列很像 以前刪除列還記得吧 我們是從下面刪回去 刪除工作表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如果你沒有從後面刪回來的話 變成你刪了第二個 第三個會變成第二個 那你又繼續往下刪會有 第二個會刪不 第三個它就跳到前面 所以你會刪不到 那怎麼辦 一樣 倒過來刪 就絕對不會錯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也是一些訣竅 那最後當然我這邊還有講到有關什麼 工作表 自己在每一個存成活業部 不過這個我想又是另外的東西 等於是 又可以再轉存 這個我想各位有興趣 我有把它好像有貼到論壇裡面的一個分享文 然後呢相關的檔案 就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所以如果有興趣同學的話 可以再到那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去找找 反正這個是一個進階的啦 進階的 那另外還有一下 每日外匯行情 這個是同學他提的問題 然後後來幫他改了之後 那我就說 那你這個分享給大家 他說OK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就是說按下去 所以從聚亨網 自動的把每天的外匯行情 自動摳到每一個工作表裡面去 OK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額外補充 不過剛剛是講那個下載 那另外一個入門的地方 在黑名單篩選 那這一題 能夠做出什麼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黑名單篩選 前面有講過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秀過給各位看 那我們是用康語符對不對 所以後來 我有教各位其他的查 就是他這個清單 裡面放的就是 大概兩萬多個那個黑名單 不過實際上的黑名單 會高過這個數字太多 他是大概幾十萬筆 然後他就是 摳個幾筆 當成Sample 那我說這個OK 他就OK沒有問題 那就拿來當練習 另外的話這邊有大概五千多筆 所以如果要比對的話 一個一個筆 比如說一筆 一個然後比 比如兩萬多次 這樣比下去會非常久 所以後來我就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用什麼方式來比較 然後另外的話 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可以比出來 所以第一個方法是用什麼 第一個是用函數 函數是用哪個函數 用那個 Kongif 的函數 Kongif 好像前面有講過 其實Kongif 他本來是做統計的 不過我覺得 偶爾他也可以拿來做查詢 查詢什麼 查詢某個東西 在另外一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出現 只要一次以上 都算是有 對不對 那當然他也會告訴你說 他出現過幾次 所以那Kongif 主要是某個範圍裡面 出現的次數 會自動幫你帶回來 所以以後 當然這個用法 每個人都 這個是我想到的 那至於你們現在怎麼活用 你可以去想想看 那比如說呢 我就在這個地方 給一個名稱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直接怎樣 Ctrl 這邊的話 Ctrl去不向下 然後做什麼事呢 公式裡面用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有沒有 按確定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黑名單了 那這個黑名單用來做什麼呢 讓這個Ctrl去做什麼 去做選舉 那我就在黑名單裡面呢 去找找看 這個有沒有存在 那如果有的話 就出現1 沒有的話就出現0 那利用這樣的方法 可是呢 如果每一次的話 再做一次其實 蠻麻煩的 做完之後 我還要再利用篩選 裡面的1 然後再把它摳到結果來 這樣動作好像有點麻煩 這個好像之前 我有demo給各位看 就是篩選 然後這邊有沒有 資料篩選 再把這個範圍裡面是1的 打勾起來 對不對 然後在 優標放在A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不不不不 更正一下 應該是不用Ctrl Shift 就是直接Ctrl Shift向下 因為旁邊那個不用了 Ctrl C 再把結果貼過來 可是如果今天我需要怎麼樣 我需要的是一個VBA 那第一個要思考說 如何把剛剛的動作 變成一鍵完成 我就不需要再回到前面 輸入公式 而是怎麼樣 我只要前面的名單更新了 我按一下這個查詢黑名單 底線函數的這個程序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全部做完了 欸 裡面的話其實只要寫 不過我多了一個東西啦 耗時多久 耗時5.9秒 然後來我要改寫了 因為我發現這個方法效率不髒 而且你點下去 它好像沒有什麼狀態 所以我不知道它跑到哪裡 所以底下我有底線狀態列 這個底線狀態列是在 這個底下會多一個什麼 總比數 目前進度 所以至少在左下角有沒有 還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那個狀態列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狀態列怎麼產生的呢 其實這個狀態列呢 是誰管的呢 其實也是 SHITS的爺爺 就是Application 實際上在 Application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做 這個叫什麼 叫StatusBar 所以你 Application點 StatusBar Status 狀態嘛 Bar 它的那個列 StatusBar 等於什麼 你給它一個 字串 放在這裡 它就會顯示出來了 但是呢 其實這個好像 不過我還不是頂喜歡用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感覺 你如果沒有特別讓使用者知道說下方有 它有的時候還是不是很 知道說下面有東西改變 不過聊生與無啦 至少好像感覺 比起剛剛應該稍微好一點點 那另外的話呢 我後來又改寫了 另外一種方式 這個大概 跑出來大概六秒鐘 這個會多一點時間 變七秒多 為什麼 因為你去更新StatusBar 有沒有這個大概5.9秒嗎 這個的話大概就 又會多一點點 多個一秒多 為什麼 因為它底下要更新 所以CPU又要運算 所以相對的 會大概多個大概1.5秒 不過實際上可能會更久 因為我其實沒有全部找完 我是大概取消 我大概找 本來它5000多比 5000多比 我大概把它砍中間一半 大概900多比而已 970比 不然的話從頭跑到尾太久了 後來我又換了一個方法 就是用自串的方式 這個自串的方式 其實你會發現 它這個速度又更快 1.21秒 大概速度快了大概四五倍吧 最後的話就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狀態列 類似像這樣子 也是一樣 大概1.3秒 1.2秒左右 所以更快 OK 那等一下這個額外補充 就是說 如果你要查詢一個資料 比如說是黑名單 那我怎麼樣可以把它一鍵完成 做出來的結果就是說 把黑名單裡面的資料查完之後 快速的帶到這邊來 OK 那方法當然有這幾種 等一下的話分別再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先稍微把這個 這個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那思考一下 就是說 用conif 可是問題你conif完之後 那你怎麼樣把 找到是1的帶過來 其實這個觀念跟剛剛那個 跨工作表很像 就是第一個當然也是跑一個回圈 第二個做一個邏輯判斷 if 把公式放進去之後 如果等於1 應該是什麼 不一定啦 等於大於等1的話 那就把那個 旁邊的那個A欄的資料 直接就放到我們查詢結果的這個列號裡面 那一直往下找 丟公式 然後結果如果是大於等1的話 那就再把東西抓過來 如果是不是大於等1就0的話 那就不把資料抓過來 這個是我思考的邏輯啦 那當然這種寫法是比較直覺的 可是要怎麼去撰寫這個東西 我想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那這些東西前面都寫過了 第一個一定是回圈 第二個是邏輯判斷 第三個就是把 康乙輔的公式 放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會有個結果 然後如果為True的話 如果那個大於等1的話 就把值 從另外一個工作表搬過來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 這些好像都講過 只是說全部都把它湊在一起的話 還好像需要一點點這個 思考 然後這些都直覺的 我的寫法其實會跟其他人 跟那個網路上你查到 或者其他書裡面 又不一樣 我的是屬於比較直覺式的寫法 一般的書 就會跟你講說你要set 就是要宣告一個什麼 一個range 或者什麼set一個 反正就用物件的方式 那我是用直覺方式帶 我覺得我的寫法是 我覺得至少比較好理解 你們也比較能懂 但是至於要怎麼寫出來 寫久大概就OK了 後來我發現我都用這樣寫 好像沒什麼問題 也沒出過什麼問題 那只是說 每個人的寫作方法不同 所以我的特色就是直覺 第二個是 程式寫出來一定比較少 所以你會發現 解決同樣的問題 如果寫出來程式 就那麼幾行 感覺應該會寫很多 但是最後看到了 其實就沒幾行 其實也可以先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這麼幾行而已 頭尾的話 主要是4nets這個中間 頭尾這個是時間 消耗多久 就那個時間的計算 只是有點像錦上天花 這個沒什麼 只是說要算時間 感覺會比較那個 這個地方 主要是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先做什麼 先做那個邏輯的 先做那個回圈 然後把公式放到儲存格裡面 然後再判斷 再把 如果這個大於等於1的東西 搬過來 那因為呢 儲存格的 列號會一直往下 所以會多一個k 多一個k 然後就往下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那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最後寫出來 大概就是一個回圈 再加上邏輯 大概就完成了 這些前面都有講過 試試看